整個愛情文化被擬核化分為兩個世界 東方為一切生命的源頭 西方代表往生之地 東迪比斯為神廟與繁華市區 西迪比斯散步帝王古與皇后戶等目的 我們的主角卡納克神廟位於東迪比斯 包含中間的阿蒙拉神廟 北卡納克的蒙古神廟 南卡納克的努特神廟 卡納克神廟中的主體為阿瑪拉神廟 公共有地方神 晉升為太陽神的阿瑪拉 阿蒸循著中途線發展 包含著塔門、外院、內殿、禮儀、基斯坪 西森羊頭像 西森象征為了力量活動權 羊頭代表阿瑪拉神 兩者合在一起 保持神力的最高權力 寓意法勞的力量和生命力 主要推崇的地方法勞 晉升為太陽神的阿瑪拉 阿美希斯勒斯 徒埃及信仰國第十九王朝法勞 阿美希斯勒斯在埃及造出建築或是擴張成典 頌揚自己的戰功 阿美希斯勒斯統治埃及67年 象徵著埃及帝國全力達到頂峰 荒堅堆 荒堅堆 四面特有象形文字 說明這種十倍的三種目標 第一是宗教性 奉獻太陽神阿瑪拉 第二是紀念性 又以紀念阿瑪在位時期 第三是重視性 樹立埃及的權威象征 奧皮特節 奧皮特節每年一次 在洪水季節的第二個月 尼瑞斯三神阿瑪、盧特、孔斯 至卡納克神殿以往盧克索升天 約24天 然後再把神像運回卡納克神殿 阿特謝普蘇特時期 和拉美希斯勒斯時期的路線較為不同 第十八王朝中期 至第二次王朝拉美希斯三世世 奧皮特節從十一天延續至不少於二十幾天 但諸神的雕像放在聖船中 在歡勳的人群中 從卡納克神殿以至盧克索神殿 重生是這個結論的重要主題 在慶祝的過程中 還會給法老舉行重新加滅的儀式 從少卡納克神殿以至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